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五澳洲本地的市场情况 那么澳洲股市呢 在上周五由于在银行和矿业两大行业的支撑之下 是再一次出现了轻微的上涨 大盘呢最终是上涨了0.2% 但是价格依然是在5730点以下 中国方面呢 在上周五走势也不错 上海呢 但是依旧是在3370的心理关口之下 最终上海嘛是上涨了0.2% 深圳则上涨0.6% 在欧美股市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弹 欧洲方面呢 平均涨幅在0.1%至0.7%之间 而美国的三大指数呢 也平均涨幅但是非常有限 都是在0.2%以下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再一次因为上周五晚上非农的数据啊 指低于预期而出现了大涨 金价目前已经达到了1330美元以上 另外呢石油方面则相对保持稳定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这个美国非农不济 导致呢黄金是在创新高 同时澳大利亚房地产感冒 也使得呢澳洲的股市也遭遇了传染 我们在上周五呢刚才说到看到呢 这个黄金价格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目前价格呢已经达到了1335美元的关口 其关键因素就是因为呢 在上周五晚上美国发布的八月非农数据 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 加上呢之前的薪资增长是疲软 以及失业率呢也有所回升 那使得美元的综合价格或者叫做美元指数 在上周五晚上呢是再一次下跌 我记得在很久之前 大约是15或者16年的时候呢 咱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到 美联储啊他决定要不要加息 当时参考的是三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指标 也就是GDP 第二个呢则是就业数据 以非农为主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这个叫做通货膨胀数据 也就是物价指数 那么这三个因素呢 就是美联储在决定 现在是不是到了加息时间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上周上周五晚上发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 就是决定了三大因素中的其中一个 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 那么从他的不及预期的表现呢 也使得市场啊从上周五啊预计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再一次被降低 那如果美元12月份不加息 毫无疑问的是呢 结果就是美元的价值会降低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美元呢 在上周五晚上对其他货币的价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那同时以美元为主导的那些商品价格 则因为美元价值的下跌而出现了面值数字的上升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黄金啊 可能但是大家也不要相信这一次或者说一个月的数据 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来看的话 美联储是老间巨划啊 多次啊这个反转市场啊 他们变脸的速度呢 简直是可以说比翻书还要快啊 所以说他们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发布官方的关于12月到底是加息 还是不加息任何偏向性的言论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现在美元并没有表态 或者说没有偏向于任何一方啊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啊在他没有出去任何情况之前 美元的弱势可能还将持续 或者说美黄金的目前的这个上升的趋势呢 啊暂时到1360之前还不会结束 说完黄金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洲方面 我们知道呢最近几周澳洲的拍卖率 以及新西尼那边的房屋价格 都有所回调啊 那可能很多朋友们觉得这个房屋拍卖 或者说是这个房屋啊 这个清盘率啊跟我没有本身的关系啊 那这样想大家可能就错了啊 可能大家不知道在澳大利亚 这个最大的啊我们叫做大地主啊 并不是那些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啊 恰恰相反的呢是澳大利亚四大银行啊 包括了像国民银行啊联邦银行之类 澳洲的银行其实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房屋 安接地主啊 银行其价值或者说资产价值 60%是来自于商业和民用的按揭贷款啊 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的下跌 清盘率或者说平均价的下跌啊 不但影响到是拍卖人啊 或者说是购房者心理 更重要一点将会直接影响到银行股的股价 我们不难看不难看出啊 在过去的一两个月中 银行股的股价始终是处于一个疲软的状态啊 再加上现在有这个洗钱的风波啊 直接就是呢 各大银行的股价纷纷下挫 最少的跌了百分之五六 多的呢超过了百分之十啊 因此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 那我相信呢 咱们投资者目前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啊 在对于这个澳洲的股市 或者说澳洲的大盘来说 如果房地产啊 并没有起稳的话 那么银行股的股价暂时就上不去 那么银行股股价上不去的话呢 又就因为呢 这个金融行业是目前澳洲第一大行业 第一大产业啊 因此将会严重影响到澳洲的股市啊 重上六千点 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快房地产能够稳定 银行股能够稳定 只要现在银行股能稳 加上现在的这个矿业股呢 是继续稳步向前 我相信啊 这股市最终是能够上六千点的 今天的主要这个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 就是英镑兑美元 第一张图我们看的是日线长期走势图 我们看到英镑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 冲破了一个过去啊 一年半以来的下跌趋势啊 上去一次下来 目前是第二次重新又回到了之前上去的一个关键景线位 大约是在1.30左右啊 那么从现在价格来看 虽说他没有唱唱出年内的新高 但是目前的价格距离这关键线价格并不是太远啊 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英镑价格在目前这个价格的话呢 1.30以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中长期投资价位 再来看一下四小时走势图 我们也不难看出现在的1.2950左右的价格 其实应该说啊 也是在一个高点附近啊 如果我们不以1.30为最高点的话啊 那么如果上了1.30再进场 相对来说是稳定一些 但是现在的价格或者说稍微上去点 2975以上的价格也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所以投资者保守一些的话呢 就在1.30以上可以考虑进场看涨英镑对欧元 那如果你稍微激进一些的话呢 现在价格也不失为一个明确的上涨信号 那么最后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晚上六点半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建筑业PMI指数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哎呀 哎呀 这在1月的当日的目标 这一言 我们下定的